欢迎大家收看社会社媒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你家水产多新鲜 日本鲜鱼店盒装毛屑居然活跳跳 再是最老陆生生物记录持续 归瑞喜迎191岁生日 上海一酒店店订房提醒不允许携带儿童入住 工作人员回应 男子被拐25年后被亿万富豪生父找到 还没反应过来 成都一对新人风露结婚 教寻车作证 请大家收看 你家水产多新鲜 日本鲜鱼店盒装毛屑居然活跳跳 自由时报 日本严守县的一家鲜鱼店 以贩售活蹦乱跳的海鲜儿闻名 他们甚至将活屑装入盒子中进行销售 这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一些网友称赞这种新鲜的销售方式 但也有人对这种方式表示不满 认为他对动物不够友善 然而 也有人认为在野生环境中 海鲜面临更严酷的生存环境 所以 这种销售方式并没有什么问题 再是最老陆生生物记录持续 龟瑞 喜迎191岁生日 自由时报 乔纳森的长寿 被归功于其生活在圣赫乐拿岛这个适合龟类生存的环境 以及其慢速的新陈代谢和抗老化基因 乔纳森的寿命超过了普通的巨龟 让人们对龟类的寿命和抗老化研究产生了兴趣 乔纳森的长寿也引发了人们对龟类保护的关注 塞歇尔巨龟是一种宾威物种 目前全球仅剩下少量的野生塞歇尔巨龟 乔纳森的长寿提醒我们要加强对这些珍惜物种的保护 以确保它们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乔纳森的191岁生日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 岛上举办了庆祝活动 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观看 乔纳森成为了岛上的名人 被视为一种象征 代表了长寿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上海一酒店订房提醒不允许携带儿童入住 工作人员回应 社交媒体 近日 一家酒店在一生活消费i平台上的房间预定政策引发争议 人先该酒店在平台上标明不允许携带儿童入住 但后来被指出是设置错误 已经更正为允许携带儿童入住 这一事件引发了网友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特色酒店 适合怕吵的人选择 但也有人质疑这种政策是否有问题 酒店工作人员表示 这是一个设置错误 已经进行了更改 男子被拐25年后 被亿万富豪生父找到 还没反应过来 社交媒体 近日 中国富豪谢克风找回了失散25年的儿子谢青帅 引发了全网关注 1998年 谢克风的妻子在家出门买菜时将刚出生100天的儿子放在床上 结果儿子被人偷走 为了找回儿子 谢克风花光了积蓄 并在社交平台上悬赏百万寻找儿子 经过多年的努力 谢克风终于在警方的帮助下 在河北邢台与儿子相认 谢青帅被拐到邯郸市 一直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近年来在成都工作 谢克风表示已经为儿子准备好了三套新房 并计划带他去提一辆车 以弥补这25年的缺失 谢克风还打算邀请帮助过自己和儿子的朋友 同学和企业家吃饭 这个故事感人至深 也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温暖 成都一对新人封路结婚 交巡车坐镇 社交媒体 12月1日 成都市皮都区一对新人结婚 把主路封住 导致路人车辆无法通行 现场还有一辆交巡车停在路边 网友质疑是否存在利用交巡车封路的行为 对此 皮都区交警大队回应称 交巡车是前往处理此事的 因为路被堵住 所以临时停靠在路边 交警下车后 步行进入警区了解情况 对于封路一事 是警区的行为 还是结婚新人的行为 交警大队表示不清楚 还在何时当中 广西商场一楼是一间 未封顶 楼上一朗无鱼 社交媒体 12月4日 柳州城中万达广场 发布公告表示 已对商场一楼是一间 进行封顶处理 并将加强检查和管理 确保顾客的隐私安全 同时 商场表示 会对员工进行再次培训 以提高服务质量 此次事件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争议 一方面 有人认为 商场应该更加重视顾客的隐私安全 封顶是一间 是基本的保护措施 不应有疏漏 另一方面 也有人指出 这可能只是一次个案事件 不应过度放大 商场已经及时采取了措施进行整改 应给予商场一定的理解和支持 总的来说 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了商场和消费者 对隐私安全的重视 商场应加强管理和培训 确保室一间等隐私空间的安全 消费者也应提高警惕 注意检查室一间的隐私保护措施 确保自己的隐私安全 被公职人员占用的湖南公租房小区 已腾退五六百户 社交媒体 近日 湖南连园市发生了一起 公职人员违规占用公租房的事件 引起了广泛关注 据报道 连园市共有766户公职人员 违反规定占用了公租房 他们将在近期被要求腾退 涉事的四个公租房小区 是润中小区 润院公租房 润泽园和惠宁小区 这场腾退风波持续了一个多月 每天都有搬家的事情发生 连园市是湖南省辖的县级市 由楼底市代管 该市一度被列为特困连片地区和贫困县市 由于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的限制 发展相对之后 连园市设施的公租房问题 受到了湖南省委巡视组的关注 要求对问题进行整改 据统计 连园市的公租房中有878户公职人员 他们将被要求在11月底前腾退 连园市的公租房小区中 润中小区是公职人员最多的 润院公租房是房龄较老的小区 润泽园则房龄新但较偏远 惠民小区地理位置比较适中 这次腾退风波中 润泽园的情况已经基本停息 而润中小区仍有很多住户在搬家 就了解 今年5月政府人员就开始挨家挨户 排查家庭情况 11月开始搬家的人越来越多 对于这次腾退公职人员的行动 有人质疑 公租房全面腾退公职人员的做法 是否属于一刀切 不公平对待家庭条件较差 但符合摇号条件的公职人员 然而 连院士相关部门表示 腾退的房屋将重新进行清理 并进行摇号分配 公职人员将不再有申请公租房的资格 整个事件显示出 连院士对违规占用公租房问题的严肃态度 以及对公职人员的监管力度加大 对于这些公职人员来说 他们必须根据规定腾退公租房 这也引发了对公租房政策的进一步思考和讨论 未来 连院士将重新整理公租房资源 并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进行摇号分配 以确保公租房的公平分配和合理使用 官司打了27年 婚还没离成 社交媒体 印度一对老夫妇 尼尔玛尔和帕拉姆吉特 结婚60多年 其中27年都在打离婚官司 尼尔玛尔想要离婚 而帕拉姆吉特则坚决不同意 最近 这场离婚官司达到了印度最高法院 然而 法院判决离婚失败 强调婚姻在印度社会中被视为神圣的结合 印度的离婚率只有1.4% 相较于其他国家来说 婚姻在印度仍然是一个较为稳定的存在 婚姻被视为两个家族的联合 而离婚对于印度女性来说 往往伴随着多重后果和社会压力 尼尔玛尔和帕拉姆吉特的离婚官司持续了27年 最终 帕拉姆吉特坚持留在这段婚姻中 他害怕带着离婚女性的耻辱去世 在印度的婚姻制度中 婚姻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它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 也是两个家族的联合 对于印度女性来说 离婚往往伴随着多重后果和社会压力 离婚女性常常面临污名化和困境 她们可能会被排斥 难以融入离婚者的亚文化圈 而且 离婚女性在重新建立家庭方面也面临着困难 因为再婚往往对女性有更高的要求 而且 再婚后的婚姻质量往往不尽如人意 此外 离婚女性还面临经济困境 她们可能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独立生活 也难以获得来自家庭的支持 因此 离婚女性往往选择继续留在糟糕的婚姻中 而不是面对这些困境 婚姻对于印度女性来说 往往不仅仅是一种个人选择 更是一个具有社会和文化意义的事物 婚姻在印度被视为神圣的结合 它承载着家族的延续和维护的责任 传统文化和宗教文化将婚姻蒙上了一层神圣的面纱 以突出一种更为稳定的结构模式 在印度 女性往往被赋予了家庭中的性别分工问题 和更为复杂的价值评价体系 婚姻对于印度女性来说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 也是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因此 即便面对糟糕的婚姻 许多印度女性仍然选择坚守 因为离婚意味着污名化和失去社会地位 岳阳市委书记 市长到社区大扫除 曾暗访城市卫生工作 社交媒体 据报道 岳阳市委书记曹浦华等市领导 于12月2日上午与市职机关 其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一起参加了卫生大扫除活动 该活动旨在倡导良好卫生习惯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通过示范引领 形成共见共享的长效机制 市职机关 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纷纷走上街头 深入居民小区 城中村居民点 城乡结合部等地参加卫生大扫除 曹浦华等市领导分别到各地了解当地的卫生保洁情况 并与干部群众一起清除杂草 堆积物 搬运垃圾和废弃物 近期 曹浦华已多次深入一线检查城市卫生工作 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抓好城市建设管理 为市民营造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 菲律宾突发7.6级地震 中领馆紧急回应 社交媒体 12月2日晚 菲律宾缅安老岛附近海域发生7.6级地震 震源深度40千米 中国驻菲律宾达沃总领馆表示 暂无中国公民受影响报告 根据初步地震参数 地震可能引发局地海啸 但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预测地震将引发破坏性海啸 建议相关地区居民尽快撤离至地势较高地区或内陆地区 日本气象厅发布海啸预警 警报覆盖范围 自日本本州岛千叶县向西一直延伸至冲绳县宫宫古古岛 八重山地区 立即海啸将在日本时间3日凌晨1点30分 首先到达冲绳县宫古古岛等地区 最大海啸高度预计为1米 千叶县附近市及管山市已发布避难指示 破译一个自讲10万人的甲骨文悬赏令 公布第二批获奖名单 社交媒体 中国文字博物馆近日公示了第二批甲骨文试读优秀成果的获奖名单 经评审共有5项成果获奖 其中包括2项1等奖和3项2等奖 这些成果涉及到甲骨文中的各种字形和示意的研究 对于甲骨文的解读和破译具有一定的贡献 此前 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了破译一个甲骨文 可以获得10万人奖金的悬赏令 引起了广泛关注 甲骨文是中国古代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 由于甲骨文的形态复杂 字译繁多 破译和试读一直是一个难题 为了鼓励甲骨文研究 中国文字博物馆 开展了甲骨文试读优秀成果征集评选活动 提供了奖金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支持 这一活动得到了广大研究者的积极参与和关注 推动了甲骨文研究的发展 甲骨文试读的研究工作需要长期坚持和不断深入 因此 中国文字博物馆将继续进行甲骨文试读优秀成果的征集工作 并给予最高10万人的资金奖励 这样的激励措施将进一步激发研究者的兴趣和热情 推动甲骨文研究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 通过不断唾译和试读甲骨文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 探索中华文明的源流和特点 警方击破电诈园区 藏身缅北闹事 警方抓获千人 社交媒体 缅北瓦邦猛播的小八层是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园区 警方近日成功打掉了21个诈骗团伙 抓获了1090名犯罪嫌疑人 这些团伙主要集中在小八层和猛平三连洞 采钢棚等地 在这些园区里 每个人都被剥夺了自由 被迫从事诈骗活动 人区设有严格的讲诚机制 业绩好的人有奖励 而不能完成任务的人 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警方发现 人区里有十多种不同的诈骗手段 包括针对老人 女性和男性的不同诈骗方式 人区内有保安持枪把守 底层电炸人员不能随意出去 他们的身份证被没收 与家人无法联系 即使有人想要逃跑 公司也会利用当地保护伞势力抓人 整个园区就像一个黑洞 人们失去了自由 被困在谎言的世界中 该案件历史两年多 南充警方在纠缠复杂的线索中 查明了这些电信诈骗团伙的黑产链 并掌握了另外30多个电炸团伙的线索 警方的突破仍于2011年的一起两卡案件 警方在侦办过程中发现 这些团伙主要活动在棉被瓦邦猛波的小八层 和猛瓶三联洞 采钢棚等地 警方根据交叉印证的线索查明 这些团伙的头目蓝某某为福建人 他在小八层里自营的公司规模最大 还租给其他电炸团伙 蓝某某还在猛瓶的三联洞入股有电炸公司 南充警方成功抓获了1090名犯罪嫌疑人 并将线索移交给上级公安部门 这起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的打击行动 得到了检查机关的提前介入 对警方的侦查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南充警方和检查机关的通力合作 最终锁定了21个诈骗团伙 抓获了1090名犯罪嫌疑人 警方在多个省份展开了多轮抓捕行动 成功将嫌疑人押解回南充审理 目前 近千零涉案人员已经审理结案 在办理这起案件的过程中 南充警方还掌握了另外30余个电炸团伙的线索 已将这些线索移交上级公安部门 该案的成功打击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有力地震慑了电信诈骗团伙 保护了广大群众的财产安全 警方和检察机关的合作为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也为其他类似案件的侦办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杀害6人的张成宇被枪决 曾是逃亡11年的A级通缉犯 社交媒体 近日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布告 宣布杀害6人杀害2人的故意杀人犯张成宇已于11月24日被执行枪决 张成宇是公安部A级通缉犯 逃亡长达11年 直到2020年12月在江西南昌被抓获 据悉 张成宇与情人经营按摩店时发生纠纷 导致他心生怨恨 决定杀死相关人员 案发后 张成宇潜逃 成为A级通缉犯 2021年7月 他被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 并被一审判处死刑 张成宇提出上诉后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死刑判决 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终 张成宇于11月24日执行了死刑 维权被骗38万 江西一男子遭遇双重杀猪盘 社交媒体 11月30日 江西公安公布了一起案件 当事人肖某被诈骗34万后 又相信了所谓的网络维权申诉 结果遭遇了更大的损失 肖某在今年9月被网络诈骗34万 报警后 警方抓获了涉嫌犯罪的嫌疑人 但被骗资金未能追回 在追回资金的过程中 一名自称律师的人主动联系肖某 并告诉他可以帮他追回被骗的资金 随后 这名所谓的律师 让肖某下载了一个聊天软件 并加入了一个维权微信群 在群里 大家互相安慰 互相分享被骗的经历 然而 后来群里有人推荐了一款赚钱的软件 肖某又被诱导下载了这个软件 他跟着导师下注 赚到了一些积分 但当他想要提现时 平台却要求他进行等额的充值 肖某为了兑现积分 借了38万元的贷款 然而 警方及时告诉肖某 这是一个骗局 他们的群友其实都是托 最终 肖某保住了从网上贷款的38万元 但他仍然没有追回之前被骗的34万元 这起案件再次提醒人们要警惕网络诈骗 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所谓维权申诉 以免上当受骗 公立学校被曝与民办混合 或数千万财政拨款 社交媒体 近日 重庆市大族区被指虚设公办学校 轰挂教师编制或千万财政拨款 大族区教委发布通报称 经查时 大族区城南实验学校 存在办学场地不独立 教师混港使用等不规范办学情况 南兜记者调查发现 大族区城南实验学校 实际上与民办学校大族城南教育集团 混合编班 混合教学 250多名公办教师 长期在该民办教育集团任教 而该学校今年却得到了财政拨款收入 5367万余元 根据发布的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大族区城南实验学校 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收入5367.87万元 支出也是5367.87万元 其中基本支出为5365.49万元 项目支出为2.39万元 通报显示 大族区将加强教育资源统筹利用 尽快搬迁大族区城南实验学校 以独立办学 实现公办学校 民办学校办学场地的及时分离 以及公办教师 民办教师的分别使用和管理 对于此事 大族区教委已成立工作专班 处理相关问题 此次事件暴露了一些地方政府 在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 包括虚设学校 编制挂职 财政拨款不透明等 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教育资源的 合理配置和教育质量的提升 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 加强对学校的考核和评估 确保公共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和有效使用 同时也需要加强透明度 公开相关信息 提高社会监督的力度 推动教育改革的深入进行 上海独生女 继承两亿遗产被离婚被质疑虚构 社交媒体 11月30日 上海法治报发布了一篇 关于上海一女子继承两亿遗产后 面临离婚的案例分析 这篇文章引发了公众的关注 但也有网友发现 文章可能包含虚构创作的内容 然而 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战略合伙人马蕾表示 这是一起真实案例 但发生在很多年前 并且已经写入了一本名为 《婚姻律师办案首记》的书中 律所的目的是通过真实案例 普及法律知识 同时保护客户隐私 文章中律师指出 夫妻一方继承遗产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如果离婚 另一方有权分割 律师建议父母在遗嘱中明确 指由子女继承 避免类似悲剧发生 至于这起离婚案件的结果 女方后来与男方协商调解 男方分到一小部分财产后撤诉 江苏裔公司体育中心部分采购项目 却发现项目已完工 社交媒体 一家公司在江苏省淮安市 金湖县体育中心钢结构 铸钢建采购项目中标后 却未能与招标单位签订合同 该公司发现 在他们获得中标后 铸钢建施工已经全部结束 他们认为这是虚假招标 损害了其他投标者的权益 尽管记者多次联系招标单位和招标机构 但未得到回复 吉先生是一家在江苏淮安经营建筑生意的公司的负责人 他表示 他们在今年8月参与了金湖县体育中心钢结构 铸钢建采购项目的招标 然而在招标结果尚未公布之前 有人打电话给他们的供应商称该项目已经完成 吉先生感到困惑并询问了招标代理公司 但得到的回复是招标文件属于机密 只有代理公司和采购人知道 吉先生随后去了施工现场 发现铸钢建的施工已经全部结束 吉先生认为 在项目已经结束的情况下 仍然进行招标活动是违反招标法的 他认为这样的做法损害了参与招标者的权益 也会损害招标机构的声誉 他向金湖县行政审批局投诉 但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无法干预招标人不执行合同的行为 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一个 集文化娱乐、体育竞技、商贸会议 与一体的大型文化体育商务运营中心 然而 这起虚假招标事件可能会对项目的声誉造成损害 记者联系到招标人金湖城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和中海外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但未得到回复 淮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表示 他们只是提供一个平台 无权介入此事 金湖县教育体育局也表示 不清楚此事并不知道如何处理 综上所述 一家公司在江苏金湖县体育中心钢结构 驻钢建采购项目中标后 却未能与招标单位签订合同 这引发了虚假招标的疑虑 损害了其他投标者的权益 然而 招标单位和招标机构都未对此事做出回应 这一事件可能会对该项目的声誉造成损害 同时也对招标机构的声誉产生负面影响 湖南男子代指贸维权被拘案进展 未获二审法院支持 社交媒体 2021年5月31日 刘七公周建香和邻居胡增到湖南宁乡市住建局 反映房屋质量问题 却因为戴着一顶报纸折成的纸帽 被视为披麻代笑闹事 而被行政拘留7日 虽然法院判定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后 宁乡市公安局撤销了处罚决定 但两人的违法记录没有删除 两人先后提起诉讼 要求删除违法记录 但一审和二审法院都驳回了他们的请求 目前 他们准备向湖南高院提起上诉 周建香和胡增因为戴着纸帽 反映房屋质量问题 而被行政拘留7日 虽然法院判定 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后 宁乡市公安局撤销了处罚决定 但两人的违法记录没有删除 他们先后提起诉讼 要求删除违法记录 但一审和二审法院都驳回了他们的请求 目前 他们准备向湖南高院提起上诉 两人无法删除违法记录 这使得周建香和胡增非常担心 对他们的生活以及子女的未来产生影响 尽管一审和二审法院都认为 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 但法院认为 删除违法记录的权力不在公安局手中 两人觉得无法接受 他们将继续努力维护自己的权益 并准备向湖南高院提起上诉 此外 两人在维权过程中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 之前反映的房屋质量问题也没有得到圆满解决 胡增已经将房子低价售卖 而周建香仍然选择住在同一小区 继续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 维权的过程令他们心理交瘁 但他们认为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虚报树影第三百亩骗补贴 村书记被开除党籍 社交媒体 近日 中国隋化市旺奎县纪委监委 接到一封实名举报信 指控当地村书记李某某利用植物之便 虚报骗取粮补 地利补贴款和种植补贴款 纪委监委立即展开调查 并发现了端倪 通过调查比对 他们发现了一个叫做树影地的问题 即在农村耕地边缘被树荫遮蔽的土地 一般被视为边角料 不愿承包 但却被村书记利用来骗取补贴 经过调查 发现李某某虚报树影地面积 骗取了39.19万人的各项补贴款 最终 李某某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其违法犯罪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 非法所得被追缴 涉案人员也受到了惩处 海底捞表演 科姆三太吵 因顾客冲突 门店回应 社交媒体 近日 江苏淮安一家海底捞门店 因科姆三表演过于吵闹 引发顾客冲突 一名顾客带着孩子到店过生日 点了科姆三表演 而隔壁饭桌的顾客 因为噪音问题开始争吵 并发生了推丧行为 海底捞方面回应称 他们已经对科姆三进行了管理 限定表演时间和区域 以提供更好的顾客体验 目前 科姆三表演只能在固定区域观看 不能点拨到餐桌进行 海底捞门店的表演时间 主要集中在晚上6点至9点 每家门店的表演时间和区域 都是固定的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